40度的天气 他却把自己裹成粽子 他躲到汽车后面 把衣服全脱了下来 然后光溜溜的走进了学校 而其他人根本看不见 来到课堂上 他偷偷拿走了校爸的玩具枪 对着黑板就是一发 校爸极力的辩解 但老师非常愤怒 建议校长马上开除他 趁老师离开 他又悄悄把自己的试卷拿出来 在抽屉里找到标达 一字不差的抄上去 接着来到网球场 找到另一个欺负他的同学 一顿骚扰后 成功让他输掉了比赛 并遭到了父亲的谩骂 大仇得报 吉米高兴地准备回家 这时一群上完体育课的女同学 正准备去洗澡 好家伙 有了照能力 必须得进去见见世面 但这段不好看 我替你们看了 就在吉米陶醉的时候 突然一张玉金飞来 正好就盖在了他头上 这下完蛋 女孩们疑惑 在毛巾下怎么像是有人 纷纷围了过去 吉米无比地紧张 手都开始现出了原形 先看毛巾 所有女孩惊声尖叫 吉米的行为全笑皆知 同学们都将她视作怪胎 甚至有人向她扔纸条 骂她是个变态 强烈的情绪波动 激发了她的隐身能力 为了不被同学发现 她赶紧将手缩进衣服 戴上帽子 还没下课就冲出了教室 她刚回到家里 妹妹居然就在旁边 她赶紧转过身去 叫妹妹离开这房间 可当吉米给她开门后 她却假装出去关上了门 吉米果然上当 脱下衣服一回头 妹妹被吓得魂飞魄散 她赶紧跑过去 捂住妹妹的嘴 向她解释了自己变成透明人 都是因为穿的那件超人衣服 妹妹答应帮她保密 可第二天早上 正当吉米查阅超能力的书籍时 门外就传来了母亲的脚步声 她无法随意开关隐身能力 为了不被发现 只得将衣服全脱了下来 在母亲进来时 吉米已经消失不见 这时电话声突然响起 是吉米外婆打来的 母亲以为儿子不在 竟然说出了一个秘密 原来吉米是她领养的 得知这个消息 她非常难受 独自跑到海边 荡起了鞦韆 可没想到 吉米暗恋的女孩贝拉 竟朝她走得过来 鞦韆上明明没人 却自己荡了快两个小时 贝拉非常好奇 这时鞦韆突然停住了 她没有害怕 反而慢慢地走过去 坐在了旁边的鞦韆上 女孩问她是谁 这时木棒竟自己动了起来 在沙地上画了个笑脸 女孩感受到了善意 高兴地玩了起来 但她不知道 其实这个隐心人 就是她讨厌的同班同学 突然女孩的手机响起 然后就慌张地离开了 这时吉米发现 原处有个男人看着她 好像还是个盲人 第二天 吉米在课堂上发现 女孩贝拉竟然在画昨天的笑脸 于是她晚上来到了贝拉窗前 画出了他们的暗号 女孩认出了她 赶紧打开窗户 让吉米进来坐在床上 听见她在打喷嚏 贝拉贴心地给她盖上了毛毯 自己还钻了进去 就在两人准备玩游戏时 吉米太过紧张 手臂开始现出了圆形 她害怕贝拉认出来 立即中止游戏 跳出了窗户 左思又想 吉米决定还是去找贝拉坦白 这时 她正一个人练习体操 突然 高处有人向她开了一枪 是一针麻醉剂 贝拉随即晕倒 抹面男准备将她扛走 正好装见了赶来的吉米 吉米冲上去 却被男人轻松撂翻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贝拉被掳走 她被带到了一个实验室 可检查之后却发现 他们抓错了人 这边吉米准备穿上超人衣服去救人 可却发现衣服已经被洗了 她对着母亲怒吼 竟直接把玻璃都挣碎了 烦心的吉米来到海边 突然背后出现了一个人 是前几天瞧上那个盲人 她给吉米讲了一个故事 很多年前 世界爆发了一场核战争 这核辐色的影响 部分人经营改变 觉醒了超能力 但他们都被一个神秘组织抓了起来 关在实验室研究 试图改造成战争工具 而她就是其中一员 她可以阅读别人的思维 在监狱里 她和另外一个会隐身的女人 生下了一名孩子 这孩子正是吉米 两人带着她逃出了实验室 但身后的士兵疯狂追赶 为了帮助吉米逃走 母亲留下来拖住士兵 结果不幸被杀死了 还好父亲带着她成功逃脱 为了孩子的安全 她将吉米放在了一户人家门口 女主人正是她的养母 而吉米的隐身能力 遗传至她的亲生母亲 父亲送给她一件战袍 以后隐身就不用光着身子了 可刚回家穿上 就有一个老头闯了进来 正是来抓吉米的 她凭借隐身能力逃到了外面 痛巧还遇到了同学 搭上了她的顺风车 两人来到了关押贝拉的地方 而这时贝拉正准备越狱 这个女孩要越狱 她踩在两个男孩身上 从通风管道顺利爬到了外面 可到处都是看守 她只能小心翼翼地躲避 来到一个高处 她利用平时学体操的技能 稳稳地走到了中间 轻轻一跳就去到了对面的铁架上 然后一步一步向前挪动 沿着楼梯爬到了另一个平台上 这里有一个探照灯 女孩突发起响 拿起旁边的油漆 在灯罩上涂抹起来 当灯光打开 天空中赫然出现了一张笑脸 正好不远处的吉米看到了 这时她跟贝拉的暗号 两人立马赶去营救 可这时贝拉被发现了 灯光马上熄灭 她被关进了小黑屋 为了帮助吉米行动 同学一发炮弹启动了报警系统 这时吉米趁机行动 闭开看守 来到了关押贝拉的地方 里面的人听到动静出来询问 她一溜烟就钻了进去 悄悄拿起一个灭火罐 砸晕了看守 用她的手枪 威胁另一个看守 打开了大缸门 就这样贝拉三人被救了出来 正准备离开时 她却还要去救另一个老人 于是吉米让其他两个同学先走 自己和贝拉去救人 进入一个密室 贝拉却突然停住了 灯光亮起 她缓缓转身 露出了邪恶的微笑 原来她早就被控制了 没办法 吉米指的现身 就在这时 她的杨母和父亲赶到了现场 可那些人已经下沉潜艇 带走了吉米和贝拉 还在港口安装了定时炸弹 杨母他们发现了另外两个同学 可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吉米 在爆炸前的最后一刻 他们逃了出来 这边小美被绑了起来 他们准备将她扔进大海 冠门了最后一刻 吉米急去能量 怒吼一声 铁盖瞬间弹飞撞汗 又是一声 火花的干了出来 压力表爆开 整个潜艇开始震动 她钻进贝拉所在的潜水舱 胡乱一按 两人直接就被弹出了海面 就这样 他们终于脱离了危险 为了吉米的安全 父亲用一人抹出了所有人的记忆 而在另一个地方 一人者的领导人出现了 正是吉米当年死去的母亲 难道她当年是在装死 这部电影的脑洞挺大 演出了所有男人的幻想 如果你获得了隐身的能力 你会干什么